国庆连续假期是从今天开始了 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有出游的计划 根据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预测 假期首日国道有16个路段是最容易塞车的 建议民众在出门之前还是要先了解路况 而连假期间中央气象局所做的天气预测 我们也一并提供给您做参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